陈夫子丹丘生 陈夫子叫什么叫陈勋 陈勋呢挺有名气的 这个丹丘生啊是个道士 袁丹丘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是这个李白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跟他观音很不错 因为李白一直想的什么呢 一直想成仙 这是他的这个导师 陈夫子呢他是在京城里面 颜真卿 有两个碑帖也特别有名 一个呢是严琴礼碑 一个是多宝塔 多宝塔这个碑的这个 叫什么呢 转文者 就这个文章就是他写的 陈勋陈夫子 丹丘生呢除了李白的诗里面 好像其他的所有的生平 就找不到吧 下一招就拿了 陈夫子丹丘生 枪尽酒杯莫停 这为什么他要说这几句吗 因为下边这两句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清而听 什么意思呢 这个喝着喝着酒 李白也喝着喝着 不行我得唱两句 我这嗓子我得痛快 我唱完了 我这心里就舒服了 我这嗓子也痛快了 但是您唱之前喝着喝着 这俩小子别不喝酒啊 老张老李 你俩这个酒接着喝啊 不许停 听见没 不行我得唱个歌 我得痛快痛快嗓子 这就是李白 这就是李白 中古转誉不足贵 中古转誉不足贵 我觉得这也太吹牛了吧 这得来解释一下了啊 中古是啥意思 过去这个大家族啊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是要奏乐 上点什么菜 上点什么饭 上点什么汤 那边就开始放 你是我的笑样笑音乐 这边的配音乐 但是有一点啊 这个中和古 它是指饭指音乐 可绝不止说吃吃饭 上来哒一下 那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对就是说我们读古文 既要咬文嚼字 又不要咬文嚼字 既要咬文嚼字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本来是什么意思 世人为什么用这个字 你通过这个字本身的含义 能理解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你过分去咬文嚼字了 他不是说这个吃饭前 当 感觉这个老太太 岁数大一点 当一下筷子掉地下来 他不是那个意思啊 整个中古 他只是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但是呢 可绝不 范范的就是指敲准和打鼓 转域 这个转 这个字叫转 中古转域 这个转本来是辅助的意思 本意啊 是什么呢 是辅助主人去摆一些食物啦 做一些饭啦 摆一些餐具啦 但是后来呢 就是泛指食物 像玉那样精美的怎么样 食物 所以你看首先 有排场没 有 当 然后接下来 哎呀 这个太漂亮了 太精美了 但是他说什么 不足贵 好吃啊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都不在乎那些 什么排场不排场 好吃不好吃的 我要求的是什么 得有酒 对的 但愿强醉 不愿醒 或者说什么 不复醒 对 还有其他什么不用醒啊 无所谓 哪个字都无所谓啊 但是他说的那个状态是什么 我不介意这些 但我介意的是什么 对 他介意自己那个 吃什么 穿什么 什么排场 好坏 我不重要 我重要的是这个 我重要的是那个 你不是说我看重的 对 我看重的是这个 但其实 我打断你一下 其实 为什么我跟你讲 就是说 不要咬完嚼字 也要咬完嚼字 他这里用中古专誉 不足贵 他代表的是什么 奢华的生活 高官厚禄 但你说 其实他心里是那么想的 这属于是什么 发牢骚 因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被人家赐金放还了 跟朝中干了一年半 其实属于发牢骚 哎呀 你们那些东西我不在乎 我喜欢的是什么 我喜欢的是这种感觉 逍遥自在 喝点酒 这种晕晕晕晕的这种感觉 不认真 感谢观看